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正手快弓技术 正手快弓顾名思义就是正手快速弓球 那我们前面讲过正手弓球 我们把正手弓球的动作 挥拍的幅度频率加快 那么就是连续的快弓 正手快弓是我们百速技术当中的一种 我们在别当中会经常的用到正反手的百速 那百速呢需要我们快速的进行动作的转换 那么我们引拍的幅度就会非常的小 机球的动作也会更小 我们正手弓球的动作从转腰 引拍到机球的过程当中 整个的动作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 大家看到 机球过后在额头的前方 引拍的时候身体的右侧 那到我们连续快弓的时候 如果你的动作幅度还这么大 那么你的还原势必会很慢 所以我们动作幅度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因为你的动作幅度小了 你的还原才会足够的快 所以我们整个动作可以看到快弓的时候 引拍差不多到这里就行了 机球到前方就结束了 前臂收的幅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腰部带动手臂的这个挥动频率会很快 所以腰带手的动作比较明显 需要快速地进行腰带手 才能快速地完成我们身体的重心转换 以及还原 正手在进行快弓的时候呢 腰和手臂是进行快转快收的 腰部的转动幅度非常的快 也很小 那么我们的手臂大臂基本上是不怎么动的 左关节作为一个支撑 保持我们手臂的稳定 支撑好了以后 你看腰部的转动可以带动手臂的快速引拍 和向前的挥动 这个时候我前臂不动的可以 一样可以完成机球 但是如果你在快弓的时候 整个手臂是僵硬的 那么打过去的球弧线会很死 也没有什么质量 在快弓的过程当中进行引拍的时候 前臂稍微放松一点 手腕微微地向外展开一点 也是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 在机球的过程当中 前臂瞬间地向前收 收 快收 这个瞬间的快收动作 要和腰部的转动配合好 用的腰宽去带动 前臂的快收 这样整个机球的质量就会更高 在快弓的过程当中切记不要完全地去击打和撞击球 如果说你每个球都是完全撞击过去的 那么球的弧线会非常死 因为在快弓的过程当中 球的弱点 它会进行细微的变化 高水平运动员快弓的时候 它可能是多点的快弓 那我们更需要手上的调节 在快弓过程当中 能够稍微地加入一点摩擦 制造一点弧线 球的上台率会更高 要加入一定的摩擦 那么我们机球的动作 就不能完全地由后向前 去进行发力 而是向上前方 进行机球 这样才能够制造一定的摩擦 进行机球